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 本届东京夏奥会和残奥会不接待国外观众3月20日 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相关主办机构决定 因新冠病毒大流行 计划在今年夏季举行的奥运会将不接纳国外观众前往日本观看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际奥委会 国际残奥会 东京都厅 东京奥运2020组委会和日本政府 会议是通过视频方式进行的 日本奥运组委会在声明中说 如果国外的观众已经购买了东京夏奥会和东京残奥会的门票 该组织将负责把钱退还给他们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重申 主办方首先考虑的问题是 如何确保所有业会者的安全 巴赫说 我们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 他或许会要大家做出牺牲 我们不得不请求大家的理解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是否允许世界各国人士前来日本观看这次奥运会一直是一个高度争议的话题 日本疫情虽然比周边许多国家都要轻一些 但依然有许多人担心 举办如此规模的运动会 很难避免加剧病毒扩散 预计 光是参加东京奥运和残奥会的运动员可能就多达1.5万人 此外还会有多达8万名志愿者 其中大约十分之一来自国外 本届东京夏奥会和残奥会原定2020年举行 后因新冠疫情 奥运组织者不得已在2020年3月决定将比赛推迟一年举行 这也是奥运史上第一次推迟举行奥运会 东京夏奥会限定于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间举行 残奥会定于2021年8月24日至9月5日举行 第二个新闻事件 美中驻联合国大使就种族主义发生争执3月19日 在联合国大会为纪念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举行的会议上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种族主义一直是而且仍然是日常的挑战 而对成百上千万人来说 这不仅仅是挑战 而且是致命 他说就像在缅甸那样 罗兴亚人和其他族异道道压迫 虐待和杀害的数量惊人 或者在中国 政府对新疆的维吾尔族和中国西北地区 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 实施了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带兵大使说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一个特定的案例中 承认了他的国家无视人权的记录 而那并不意味着给他的国家 颁发骑着高头大马 告诉其他国家该怎么做的许可证 这场争论凸显得自拜登总统就任以来 美中两国举行首次高级别会议之后一天 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 大国间的紧张关系 带兵在有193个成员的联合国大会说 如果美国真正关心人权 他们应该在自己的土地上解决种族歧视 社会不公和警察暴行等根深蒂固的问题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 我们有缺陷 严重的缺陷 但我们能够谈论他 我们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继续前进 他还谈及发生在佐治亚州 打死包括六名亚裔妇女攻击案 带兵说 新疆没有种族灭绝 第三个新闻事件 台海若发冲突 日美确认合作日本共同社援引多名 该国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称 美国和日本在上周召开的会议上 已经达成一致 一旦中国和台湾发生军事冲突 日美双方已经同意开展紧密合作予以回应 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会面时 提出了这个问题 但是双方没有讨论两国应如何具体协调对应台海爆发战争的解极情况 在奥斯汀为期两日的对日访问期间 他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合 并同日本外向茂木敏冲和防卫大臣岸信夫 举行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加2会议 根据美国五角大楼日前发出的新闻稿 此次会议目标是强调美日同盟在面对中国的长期挑战时 捍卫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决心 共同社在报道中指出 日本历来不评论涉及中国以及台湾的解极情况 在两岸关系紧张的问题上 日本的立场仍然是鼓励对话 以实现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发展 令人惊讶的强硬措辞 但这一次会晤的情况有所不同 双方之后发布的联合声明谴责了中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非法诉求和非法行动 还对北京最近修法允许海间船在东中国海争议岛礁周边开火表示担忧 分析人士指出 该声明的强硬措辞前所未有 这体现了东京与华盛顿对于北京致力于在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战上风的担忧 在与日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奥斯平和布林肯说 中国的行为 凡事不符合现有国际秩序 都为联盟国家和国际社会带来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上挑战 第四个新闻事件 中国驻法使馆辱马法国学者舆论震惊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叶日前指寒要求取消法国参议员访台未果 一搏未平一搏又起 中国驻法大使馆又因辱骂法国学者安托万 邦达自效流氓激报法国舆论 引发政界 学界纷纷谴责 这件事引发法国学界 政界乃至民间舆论震惊 因为法国从来还没有见过一个国家的外交官粗言谩骂 尤其谩骂学者这样的事情 法国世界报报道说 这是中国使馆第一次指明道性攻击法国学者 这件事情仍然跟卢沙叶大使2月份是喊法国参议院 但纽台小组主席李察要求他取消议员访台团为国有关 为国有关 法国政府以法国三权分立 议员有权去访问自己愿意访问的国家 接触自己愿意接触的人 唯有回绝了中国大使提出的要求 网络活跃的法国知名学者 中国问题专家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 FRS研究员邦达自3月16日发推批评说 卢沙叶这封信是对法国民主制度的干预 不可接受 我们的参议员自由决定他们的出访计划 又会见任何人的自由 北京无权对法国的民选官员指手画脚 更何况是一个外交官 3月19日 中国使馆在推上 对这位学者指明道性攻击 称他是小流氓 邦达自经常对中国问题发言 一年前 中国驻法使馆抹黑了他的账号 他是从几个朋友 那里得知自己遭到了中国使馆的攻击 支持邦达自的推文迅速飞转 推特甚至打出我们全是小流氓的标识 在此标识下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 中国与非洲籍拉美研究专题组学者写道 谢谢大使先生 是您把法国学界凝聚了起来 网民的反应也相当一致 一位自称 文德尔迪呢写道 中国大使的表现 就如充满敌意的独裁政权的大使 堪比第三帝国或斯大林手下的一些外交官 另一位瑞尔恩则认为 中国大使馆的表现凸显在中国的真实面孔 当一位外交官这样说话 就是他的政府通过他在说话 但另一位contributor1234则说 这只是中国的某种真实形象 一个狂妄自大的党国集团 好在 这并不代表大多数 我所接触过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中国人 我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摆脱这个让他们羞耻的领袖集团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